要说《鬼灭之刃》中最受欢迎的反派 那阿伟我必然要给三哥一窝座头一票 虽然当初他杀死严重炼狱大哥后 一度被人所记恨 但在无限成片与炭治郎为一勇的战斗中 一窝座充分展示出了自己作为反派的魅力 而他的回忆更是堪称整幅作品中 最虐心的一段故事 引来无数读者同情和惋惜 在一窝座死后 有关他的偷偷信息也在同我的话 以及设定其中公开 这无疑使得三哥魅力更进一步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十二鬼月中的人气网》 《上弦之三》的圈粉之术吧 首先 一窝座武区的设定冲淡了不少他身上的恶 他和情感缺失的铜锣 以及电台艺术家玉胡完全不同 简直退以说是鬼中的苦行僧 除了无惨的命令之外 一窝座的所受所为 几乎都是为了修行 他只想凭借自己的修行达到战斗的指导领域 以至于不限于以吃人的方式 提升自己的实力更是从来不吃女人 而这也正是他实力无法超越红魔的原因之一 据官方公示出的透露 一窝座很喜欢和人类强者打交道 但却并不喜欢同族游 尤其是十二鬼月 这便是他与同僚开会的时候反着脸 但一遇到鬼杀罪的助手 就开启化老模式的原因 一窝座一直致力于将自己认可的强者变成鬼 阿维我觉得这一举重的出发点 其实是保护 毕竟变成鬼之后 他们就不会再是自己的目标 由此可见一窝座确实很喜欢人类 当然只见强者 一窝座对人类与鬼完全不同的态度 或许是被他遗忘的记忆影响 一窝座还是人的时候 可以说是命无多传 参成天伤复兴 那时的他还叫博治 正如名字中的博犬一样 他的一生似乎必须守护些什么 但最终却什么都没守护住 无论是父亲 是否还是未婚妻都相继续去 只剩下了满过仇恨的博治 而他在这个时候也遇见了 最不应该遇到的人 那就是五彩 变成鬼后 一窝座忘记了生前的所有事情 但却留下了不甘和愤怒的感情 而这正是他追求强大的争取原因 尽管一窝座忘记了生前的事情 但他对未婚妻的爱 却被埋在了记忆深处 一窝座的术实展开是雪花的形状 会用了未婚妻恋娶的名字和发誓 而他的血鬼术好几招都是以烟花命名 所代表的正是两人看烟花并一下誓言的一天 甚至就连前文提到的不吃女人的奇怪习惯 也很可能是源于他心底里的恋血的爱 大多数人在成为鬼之后 都会将新距离阴暗的一面放大 但一窝座却不同 他保留了住了自己人性光明的一面 并将阴暗一面压到了最低 这正是极命率所在 另外一窝座也是这副作品中 已知第三个突破极限的鬼 他虽然没有做到 像你豆腐那样在阳光下行走 但却能够达到无散的程度 被日轮刀在手也依然能够再生 连同我都承认他成了超越鬼的存在 然而在进化完成之机一窝座 也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并在未婚妻和师傅的帮助下 脱离了无惨的控制 自尽而往迎来了解脱 尽管国志必须要以下地狱的结局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但阿维相信 他会成为地狱中的一束光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